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3月5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聊关于乌克兰局势的这个问题 首先呢,来说一下,在今天的时候呢,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要求和王毅通电话 那王毅呢,同意了,今天在外交部的网站上就发布了这个新闻稿 这个新闻稿呢,是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发布的 所以呢,这事儿是刚刚发生的 新闻稿是这么说的,2022年3月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王毅表示说,当前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仍然是推进和落实两个元首视频会晤的共识 美方近期一些言行与上述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中方表示严重的关切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美方应当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的本意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的行进 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 这段呢,是说关于台湾的这个问题 还有呢,就是近期美国在台湾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 那中国呢,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具体呢,那应该是除了美国的巡洋舰呢 过台湾海峡以外 应该就是指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派了前官员到台湾去窜访 至于说蓬佩奥和余茂春到台湾去窜访呢 应该说那个事和拜登没有什么关系 起码没有直接的关系,对吧 反倒是拜登派那五个人呢 是去抢这个蓬佩奥的风头的 这一系列的行为呢 我认为美国它还不是特别强烈的煽风点火 我认为美国现在呢 不是很强烈的希望中国能武统台湾 如果是海峡两岸在这个时候发生战争的话呢 对美国来说是更加的不利 他应该不希望现在 如果说他希望两岸打起来的话呢 一定得是俄罗斯那边消停了之后 他一下子应付不了这两件大事 然后呢,双方就乌克兰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布林肯给王毅打电话呀 主要还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事情 就是希望中国能出来给俄罗斯压力 可是呢,你不想一想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呢,他是抱有一个侥幸心理的 他认为呢,通过舆论呢 给中国这么多的压力 中国就会让步 但是呢,中国是不会的 中国是有长远的大策略的 不会因为你给一点压力 然后就改变了 肯定不会 所以说布林肯这一通电话呢 说实在的 就是纯粹来找讯的 我们来看一下内容 布林肯通报了美方 对当前乌克兰局势的看法和立场 王毅表示 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以下的这些话呢 也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都是一一贯之 是一贯的立场 没有变化 不跟德国似的 180度的大转弯 这个新闻稿说 乌克兰问题错综复杂 既事关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同各方安全利益息息相关 既要聚焦当下危机的解决 也要着眼地区长治久安 作为联合国案例会的常任理事国 中方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取直 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中方认为解决乌克兰危机 还是要按照联合国章程的宗旨和原则来办事 一是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呢一直都咬着中国 说是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可是呢他就是忘了 中国可是说的尊重和保障各国 各国并不是哪一个国家 好新闻考接着说 一是呢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是坚持通过对话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我们希望战火尽早的停下来 现在的局势得到谎和 有效保障平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防止出现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的危机 那王毅并且指出 乌克兰危机最终只能通过对话来谈判解决 凡是有助于缓和局势和政治解决的努力 中方都支持 你只要是帮着去说和 中方都支持 凡是不利于推断外交解决 而是拱火交游 使局势升级的行动 中方都反对 这个呢说的再明确不过了 这个拱火交游是谁呀 就是美国嘛 然后新闻稿说 中方将继续为和平发声 为和平尽力 我们鼓励俄乌直接谈判 谈判不可能一帆风顺 但是国际社会应当继续予以配合支持 直到谈出结果 谈出和平 就说中国呢是鼓励他们直接谈判 而不是在周边施加一些压力 周边在那叽叽喳喳 然后呢让两边的当事人不见面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后王毅说 我们也鼓励美国北约欧盟和俄罗斯 开展平等的对话 直面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和问题 重视北约连续东扩 对俄安全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按照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寻求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王毅说的呢 每一句话其实都非常的到位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美国那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要不为什么全世界就觉得呢 你美国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美国不喜欢和平 这是全世界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为什么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看法和结论 就是你美国是这么做的呀 别人又不是傻子 只有像中国这么做 才是一个希望和平的 才能达到和平 你双边如果不做下来的话 你怎么解决呢 再又是这种和平解决 谈判解决 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它肯定是一个长远的一个事 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就在背后呢 破坏这和谈 俄罗斯在昨天的时候明确指出来 说你美国是在破坏和谈 说到这儿呢 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个 今天有一个特别重大的消息 我知道昨天呢 有一个消息 说泽列斯基啊 已经跑了这个消息挺震撼的 但是泽列斯基跑了这个消息呢 现在没有得到乌克兰官方的证实 可是呢 乌克兰方面并没有出来证明 它是假的 这也是对这个消息的一种证实 那泽列斯基呢 并没有出来证明 比如说他走到他广场上 对吧 走到任何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来证明你还是在乌克兰本土 他并没有 但是呢 他提出来说呢 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说俄罗斯现在安排了两股力量来 说他至少有三次躲过了 第一股力量呢 说是俄罗斯叫瓦格纳集团 雇佣兵来试图要 说至少有两次想要 还有一次就是车臣的武装组织 说是要 那这三次 都是因为俄罗斯他们内部的人员 因为看不过眼 向泽列斯基透露的消息 让他躲过了 这个事情呢 之前我是看到了车臣方面 他们的那个总统啊 现在叫领导人 对吧 他们那个领导人呢 他就说了 他主动请英 说是如果说普京一声令下 他就可以率领车臣的武装 到这个乌克兰 把乌克兰拿下 他话说的确实是挺大 之后呢就传出来说 乌克兰把他派去的这一些 车臣的武装力量的首脑 大将 说大将不是指他的军险啊 就是最高指挥官 说是一下子就给他毙命了 但是车臣的总统呢 就说说没有 他们确实是损失了一些士兵 但是他那个大将并没有 但是他也没有让他的大将 出来走两步什么的 有一些东西呢 确实难以确定 我们只能是来分析一下 还有呢 泽连斯基就说呢 都是被俄罗斯方面内部的人 看不过眼给他报消息 所以呢 他对俄罗斯 知道的是一清二楚 这个呢 我表示有点不相信 乌克兰的这个情报呢 应该没有这么厉害 因为之前的时候 16号之前美国就老是说 俄罗斯要来入侵 说16号要来入侵 乌克兰一直都说没有 一直都说没有 对不对 现在呢 美国就是说 你看怎么样 现在入侵了吧 现在这个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呢 他不代表着美国之前所说 16号入侵的那个呢 就对了 不代表就对了 但是 如果说美国得不到情报 那乌克兰更得不到情报 所以说乌克兰的这个总统说的这些话 我认为都是吹牛 再加上乌克兰就之前老吹牛 老吹牛 吹很多牛 那今天呢 又有一个消息出来 就是在28号参加第一次谈判的 有一个谈判人员 那个谈判人员据说是一个银行家 今天的时候 据乌克兰的一个知名的政客 这个政客呢 曾经还是泽连斯基的一个亲密战友 据他说 那个第一轮谈判的那个银行家 在乌克兰基辅的街头被人 是 请注意 这说明什么呀 就说明是有人反对这个谈判的 之前我就说 乌克兰他内部一定是有人反对谈判的 所以乌克兰这个总统啊 他本身他很危险的 他很危险 因为他非常的坚决啊 他破坏和谈 坚决和俄罗斯的这种对立立场 俄罗斯有可能不容他 如果说他妥协 那美国西方不容他 还有呢 就是他乌克兰的那些极端组织 极端势力呢 不会容他 所以他左右为难 无论他怎么样 他都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觉得 他跑掉了这件事情呢 他比较符合成立 而且呢 今天果真是去参与谈判的这个人员 都被 你想想看 对不对 参与谈判的人都招恨 你这个指派人员去谈判的总统 他能不招恨吗 所以说泽列斯基啊 现在他很有可能 他确确实实是跑到了波兰美国的大使馆 只有跑到那儿能够对他进行保护 而且对于美国来说 他们也希望把这个泽列斯基给他保护起来 这是他们的一个傀儡啊 他就让乌克兰 他永远都不可能让俄罗斯全盘控制 因为他们这儿还有一个总统啊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现在乌克兰的这个战事是怎么样的 今天我就看到有一个消息呢 俄罗斯那边有说 乌克兰已经超过了这个静默期限 所以说呢 又恢复攻击 那今天我们就看到 之前的时候不是赫尔松那个城市 已经被俄罗斯的军队拿下了 之后呢 俄罗斯的军队就去包围了马里乌波尔嘛 那3月4号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呢 是一个确切的消息 就是乌克兰的军队 对驻扎在马里乌波尔的那个亚素营的武装力量 进行了炮轰 进行了炮击 等于说他们就发生了内讧 他这个内讧呢 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之前呢 我跟大家说过 就是乌克兰他存在着两种武装力量 一种呢 就是国防部能够指挥的那个正规军队 乌克兰政府军 那第二种呢 现在他们说呢 这也是政府军 但是呢 他之前的时候就属于那种民间组织 他叫亚素营 亚素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被指控是纳粹组织 非常极端 是纳粹网 他们很多的东西呢 都指向他们就是纳粹 这个亚素营呢 据说哈 他的背后是由美国支持的 美国的CIA呢 对他们也进行指导啊 训练啊 什么的 他们就在全世界 现在就是很活跃 包括前一阵子 加拿大的副总理 参加他们一个活动 乌克兰人的一个活动 不小心 结果呢 发在照片里面 他拉的那个横幅 那就是纳粹组织的 那个横幅 是他们的一个标志 后来呢 加拿大人副总理赶紧把那个照片就撤下来了 现在呢 就不知道加拿大副总理呢 他是因为不知道 是因为愚蠢啊 就拍了那么一个照片呢 还是说呢 他并不是上了他们的当 而是他什么都知道 他发那个照片呢 就是有意发的 如果没有反应 反应不大的话 那个照片就能起到他那个作用 如果反应大的话呢 那他就拿下来 他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 乌克兰的政府军就对驻扎在马里乌波尔这个城里面的亚素营的武装力量了 进行了这个炮轰 他这个武装部队为什么对他们进行炮轰 现在说法不一 有的说呢 就是乌克兰政府下令的 要对他们这些人呢 进行什么杀人灭口啊 消除证据啊 以防俄罗斯如果攻进去的话呢 因为这些人这些极端组织是纳粹组织 而且 这个亚素营啊 在2014年以后就被乌克兰纳入了他们的政府军正规的武装力量了 只不过呢 他不归国防部管 是归内政部管 这是为什么我们老是看到 有关战事的这个发言 经常见到内政部这个部长出来发言 就是因为他这个亚素营啊 被纳入了正规的政府军 是归内政部管的 那如果说俄罗斯攻进去以后 把他们给俘虏了呀 缴获了他们一些个资料啊 什么的 那乌克兰政府可能就对家一等吧 就有了证据了嘛 所以呢 现在乌克兰政府军主动的把他们想消灭掉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然后普京今天宣布了 普京宣布说呢 在之前的这个阶段呢 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设施进行清除 现在清除乌克兰军事设施的这个任务 基本完成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清除军事设施的任务完成之后 是不是就该大规模的地面部阶部队进入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恐怕战事可能是推进的速度就会快了 但是 双方已经是约定 本来说是这个周末要进行第三轮的和谈 那今天星期六在他们当地已经过去了 星期六等于说就没和谈 星期日呢 也没有确定 现在又说呢 在未来的两天之内要完成第三轮和谈 可是呢 现在第一轮和谈的那个人员的这种遭遇 那不会有影响吗 我认为应该会有影响吧 乌克兰一方还敢吗 就算是他敢来和谈 那还能有成果吗 因为你要是有成果的话 乌克兰一定得做让步 你不做让步肯定不行 肯定得是大幅让步的 我看这和谈够呛 可能到最后的结果 就得以军事拿下 然后扶植一个傀儡政府了 不然的话也不行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